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汤 看到封面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了 这又是一期干货 今天我精心挑选了两只在2020 大家要关注的科技股的ETF 也就是科技股的基金 为什么我会选择科技股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最近疫情导致了我们曾经所谓的防御股 已变成了如今的重灾股 而曾经高成长的科技股已经变成了如今的防御股 而且最近大盘在美联储的刺激下 大多数股票已经反弹了不少了 其中包括了很多重灾区的股票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去买重灾区的股票 其实性价比呢已经不高了 因为他们的基本面的问题没得到解决 但价格呢先上去了 疫情能拖多久 会不会出现大面积企业破产 这些我们都没办法100%预测的 为此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所以如果最糟糕情况发生了 重灾区的股票这飞刀是肯定不好接的 而科技股呢反而更容易抄底 也更适合新手 举个例子 比如波音 如果你在90刀接的飞刀 那么恭喜你 但是如果你在300刀或者200块接的飞刀 那么现在想回本呢是肯定有难度的 但如果是苹果的话 不管你在最低的212或者230 250还是270买入的 你现在都已经回本了 而且赚钱了 而且如果哪怕重灾股 未来真的要继续反弹 那科技股也照样会起来 所以对比下科技股今天的价格呢 的性价比是要高于重灾股的 除非啊大家在底部已经买入了重灾股 不然以现在的价格会有更好的选择 毕竟主动权在你们手上 今天老汤先生给大家推荐的科技股 ETF在一般情况下呢都能跑赢大盘的 和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投资组合的问题 和减少一锅熟的风险 当然ETF也有它的缺点 以后我会特意做一期视频的深度讲解ETF给大家 回归正题啊 今天我想给大家关注的每款ETF都有他们独特的组合风格科技公司 所以总有一个呢是适合您的 当然了这些都是老汤个人意见 大家得独立思考 还有这个视频呢不是叫大家看完之后呢 马上买入这些ETF啊 大家还是得看大环境来决定何时买入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第一次我想大家关注的呢 就是OGIG啊 也就是国际互联网ETF 就像上几期视频讲到的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呢只是短期的 但是它推动了人类生活习惯的改变 加速了科技的发展 让我们更加依赖科技 而我们看到了OGIG包含的公司里面呢 有亚马逊 谷歌 微软 阿里巴巴 哎腾讯 Facebook 拼多多 这个我是比较服气的 但是呢没关系 只占了2%啊 然后Shuffie Netflix和Zoom 一起是占了整个ETF的41%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啊 这个ETF里面包含的股票 都是这次疫情期间 我们变得更加依赖的公司 最明显的就是两个电商啊 亚马逊跟阿里巴巴 因为人们都不敢出门购物了 所以呢大家都选择网购 特别是近期比较耀眼的会议软件Zoom 他们的股价呢之前可是一路上涨的 Zoom就是一个可以让我们远程工作 开会上网课等 当然最近Zoom出现了很多隐私问题 但是不要怕 它只占了ETF的2%啊 类似于Zoom的软件 我们还有谷歌跟微软 这也是啊 ETF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啊 就是帮你分摊风险 这些互联网股票里面呢 甚至有一些在疫情期间啊 根本就没有跌的 反而最近还新高了 比如亚马逊呢 Zoom和Netflix这些 连阿里巴巴也只是跌了一点点呢 因为这些互联网公司啊 并没有受到疫情的直接影响 反而有些互联网公司啊 生意变得更好了 所以这些飞到这些互联网 这种ETF的话呢 是相对安全很多的 而且哪怕未来牛市来了 互联网公司的成长 也是很惊人的 这些公司动不动 就是10%到20%以上的成长 所以不用担心 疫情结束 这些公司就不会成长了 反而经济好了 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呢 是更会提速的 所以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从股价我们看到OGIG 从低点的20块钱 已经反弹到了27块钱 离高点还差3块钱 不比其他重摘股的反弹逊色 而且他们year-to-date 也就是今年1月1号到现在为止 其实是涨了4.65个百分比的 然后12个月的收益呢 是10个百分比 这张图呢 我们看到黑色这条线是OGIG 收益明显是要比蓝色这条 SPY也就是标普 要高出10% 所以能看出来 OGIG是完全跑赢大盘的 当然OGIG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这个ETF太小了 这ETF的资产只有5000万 然后三个月的平均交易量呢 只有7万 所以OGIG盘前盘后交易是不太现实的 如果你看到价格有时候不动了 不要怕 不是因为你网络卡了 而是没啥交易量而已啊 但小ETF呢 有小ETF的好处 就是你再也不需要为了5个你喜欢的科技巨头啊 就买入一个ETF 比如SPY一个剩下的495个你都可能不了解的公司啊 而是可以让你单纯的买一些你看好的个别的互联网的组合 OGIG也是我近期最后一次加仓的股票 也就是在两周前啊 因为开始反弹追告的时候 我对互联网公司呢更有信心一些 毕竟如果这是个假反弹 它要跌也是有限的 因为我买的是互联网公司 当然因为交易量实在太小了 我不太建议大家种场OGIG啊 就买一点刺激一下利润呢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一只我要推荐的ETF也是老汤 我最喜欢的一只啊 它就是XLK啊 XLK说白了 其实就是标普的科技股的板块 里面包含了大概20%的微软和20%的苹果 然后剩下的呢就是Visa、Intel、Mastercard、Sysco、英伟达、Adobe、Salesforce、PayPal等等啊 说这些名字呢 总共占了ETF的67.86% 当凭苹果和微软就占了这里面的40%啊 XLK啊能够在12个月的收益达到惊人的14%啊 这张图呢 我们能看到XLK是环线 明显看到XLK是跑赢了OGIG和标普的 甚至比OGIG还要夸张啊 比标普多出了整整的17%的收益 这也是为什么XLK是我一直努力想去跑赢的指数 XLK为什么去年到今年这么强的收益呢 完全是因为里面中传了苹果跟微软 而这两家公司啊 也是老堂仓位里面最大的两只股票 当凭苹果和微软 其实就已经能跑赢市场上超过90%的股票 也就是说 任何基金的投资组合长期能跑赢苹果跟微软呢 几乎是很难办到的事情啊 对冲基金哪怕能跑赢标普的都没几个 但是啊 只买了这两家公司的缺点呢 也很明显啊 就是如果这两家公司倒闭了 或者过时了 那如果你的仓位只有这两只股票 那的确就完蛋了 不过这种事情 对这两家公司的财政来说呢 发生概念呢是很小的 因为现在跟洛杰的年代不一样了 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去垄断去创新去收购去转行 更何况我们消费者已经特别依赖了 而且他们的生态链呢也是特别完善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预防这种小概念的事情发生 为了能够睡个好觉 所以我们才会去组建我们自己的投资组合 但回归正题 20%微软和20%苹果 是这个ETF里面的一个很好的收益保障 这个ETF也是老汤每个月都追求着跑赢的ETF 因为啊跑赢标普和纳指 其实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不过长期要跑赢XLK啊 是真的真的不容易啊 另一款类似XLK的呢 就是VGT啊 但是VGT的流动性呢相对要差一些 相比之下呢还是XLK呢好一点 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或者暂时 不知道如何组建一个风险比XLK要低 但同时收益呢高过XLK的组合之前啊 不妨考虑一下XLK 不过我还是鼓励大家去组建属于自己的组合 毕竟这一次的灾难呢是疫情 但谁又知道下一次灾难呢 会不会跟科技股扯上关系 所以以后我会特意的拍一些视频啊 公开我的投资组合 不知道如何组建组合的朋友们呢 可以来参考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学习啊 那最后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 那就是科技是未来 而我们投资的就是为了未来 好这期视频呢就到这了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们呢 请点一下订阅点个赞和分享 如果不小心点开了小铃铛那就更棒了 以后呢这样新视频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